通知围绕鼓励支持企业引财育财 鼓励支持高层次及留学归国人才创新创业 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加大力度拓展两岸人才交流合作等方面 推出17条政策 在鼓励支持企业引财育财上 通知明确 企业引进或培育的人才 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给予企业20万元引财育财奖励 入选省百人计划市双百计划 给予12万元引财育财奖励 入选市海纳百川或其他市级认定的人才计划 给予10万元人才育财奖励 人才参加上述国家省市重点人才计划的评选 给予入选人才5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奖励 在鼓励支持高层次及留学归国人才创新创业上 通知推出了鼓励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 及归国留学人员项目 在厦门自贸片区落地等若干措施 例如对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123等奖及以上的创业项目 或春徽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入围项目 给予50万元创业扶持资金 在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上通知明确 通过资金奖励经费补助开办补贴等多种方式 支持在厦门自贸片区建设创业孵化基地 鼓励人力私园服务机构或猎头机构入驻自贸片区 鼓励自贸片区内重点企业重点产业专委会等社会主体 牵头举办人才交流活动 在加大力度拓展两岸人才交流合作上通知提出 要吸引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或持有专业技术职业任职资格 职业资格征兆的台湾人才来自贸片区创业 并鼓励企业引进台湾人才 符合条件的将给予企业一次性引财奖励 通知目前已生效 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号